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今天来到了Canadian Tire 那这里刚上架了一批玫瑰花 最近有花友在询问比较耐寒的玫瑰花 那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耐寒的玫瑰花 那它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Modern Fire Glow 它可以耐寒到零下40度 它非常适合种在美国的北部 和加拿大比较寒冷的一些地区 它图片上的这个花朵呢,有点偏红 那远看过去呢,好像是大红色的玫瑰花 其实它不是大红色的 它的真正花色呢,是番茄红 有一点点偏橘色 它的花形和花朵尺寸的大小 在比较耐寒的品种中还算是比较优秀的 它也是非常适合来做切花的一款玫瑰 它的花期呢,也很长 从春季到深秋呢,重复开花 它的生长速度呢,非常的快 成熟的植株高度和宽度呢,大约都在1米2左右 这款Modern Fire Glow呢,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玫瑰花品种 它除了比较耐寒,直立性较好 它的开花量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抗病性 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这款玫瑰花的 无论从它的花色还是花形呢,在比较寒冷的地区来说呢,还是比较特别的 在这里呢,还是要说一点题外话 如果你是住在比较寒冷的地区 那我们在选玫瑰的时候,最好是选比较耐寒 适合当地种植的一些品种 最好是在比较耐寒的品种里面,选择你比较喜欢的 当然市面上呢,有非常多很优秀,很美的一些玫瑰品种 但是有很多像这样的品种都是不耐寒的 你如果在冬季有零下40度的地区,想种植耐寒只有零下20度的植物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选购一些比较耐寒的 适合自己当地种植的一些植物 这样日常养护起来比较简单 冬季也不需要给它保暖,也不怕它会冻死 比较耐寒的玫瑰呢,它都会有一个统一的需求 那就是必须要给它提供一个全日照的环境 每天最少要保证6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 6个小时呢,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如果想让你的玫瑰花花开得好,开花量大 8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是最理想的 这个玫瑰品种呢,它属于可食用的玫瑰花 它的花瓣呢,可以用来泡茶,或者呢,做像玫瑰饼之类的一些点心 这个玫瑰花呢,它几乎是没有香味的 对于比较喜欢玫瑰花香的朋友来说呢,就有点遗憾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接下来几天呢,我会持续给大家介绍一些 比较耐寒的玫瑰花品种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更新了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欢迎搜索沙拉养花,观看我更多视频 谢谢大家